哈囉大家好,我是漢吉 今天來介紹一款遊戲,叫做《The Bookwalker》 它是由獨立工作室Do My Best所開發的全新許式冒險遊戲 中文翻譯是《蘇醒者,盜賊傳奇》 我們在遊戲內會扮演艾迪安奎斯 他本來是一名作家,因為犯殺重罪 被警察帶上了禁止寫作的鑰鋼 之後就失去了寫作的能力 犯罪組織老大神秘人打電話來 只要我們能夠幫他偷到六本書中的寶物 我們就可以讓艾迪安恢復寫作的權利 遊戲會讓玩家進入書中世界進行探索 體驗書中世界的故事 並透過簡單的解謎 設法盜取書中的寶物交給神秘人 遊戲在操作的部分表現挺不同的 在現實世界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體驗遊戲 而在書中的世界會採用俯視角 以互動點擊的方式操作遊戲 玩家會在書中世界體驗到各個腦洞大開的情節 遊戲中將我們熟悉的各個題材 加以詮實的更荒誕又令人著迷的故事 例如某次目標是雷神之錘 沒想到就沒有的尼爾只是個發電廠的撞陣 而葉夢加德和雷神說的 僅僅是商業上2000對立的公司罷了 而名為時鐘劍的小說 玩家自身於航行在太空中的超級AI飛空艇內 而AI的誕生 則是為了能夠尋找出拔劍的人 書中的各種情節 總能出乎意料並顛覆想像 在這樣的遊戲設定下 到書中竊取神器 也挺吸引人的 整體看殺 遊戲的玩法是較簡單的點擊是互動冒險遊戲 整體評價視覺小說 文筆的部分也挺有趣的 連不好表達的地方都有出現過言文字呢 遊戲的戰鬥部分其實不算有趣 只要基本算數的加減法沒有問題 應該都不會卡關 就算真的不小心戰敗了 也只是回到現實世界 我們在進入書中重新開啟戰鬥就可以了 遊戲前中期的表現我自己覺得算不錯的 一些關鍵的選擇都會留有一些比較強的後勁感 但在遊戲的後半段 因涉及主角個人故事的關係 熱情會略有加快的傾向 整體而言我認為書心者這款遊戲的魅力 是吸引創新的遊戲概念設定 荒謬有趣的情節故事 如果喜歡點擊互動冒險遊戲 或是對遊戲荒謬的故事有些興趣 書心者這款遊戲應該能夠帶來一整個下午的休閒體驗喔